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他们会无法通过魔法手段入睡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目精灵能将你的敏捷提高加两 将感知提高加一 这两种能力都是你想要提高的 半身人是游侠的第二选择 轻足半身人由于其额外的熟练程度 而成为两者中更好的一个 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其幸运功能 此功能允许他们在任何检定 豁免检定和攻击检定中得到异的结果重投 这本质上意味着在所有这些检定中 他们都有更高的成功机会 他们最大的缺点是速度低于其他种族 选择轻足半身人会给予敏捷加量奖励 但鸡肋的是还有魅力加一 游侠的出身背景 建议选择艺人或民间英雄 这将使您熟练掌握杂技和表演 表演不是必须的但熟练的杂技可以挽救生命 此外 迅兽 生存和洞察能力也是游侠所需要的 接着说一下游侠属性点的分配 因为游侠嘛 我们是把它当作远程输出去培养的 所以说加点呢 这里建议主家敏捷 其次是体质和感知 这个感知给点可稍微高一些 因为游侠的施法能力呢 是受到感知影响的 加点这一块可以忽略的是智力和魅力 二 游侠职业的等级解析 游侠是能力比较全面的职业 是荒野中的独行侠 首选的侦察兵角色 他们将敏捷能力作为主要关注点 游侠的职业优势是物理伤害高 遏制能力较好 但施法能力士气缺点 他的法术环位最高到三环 一级游侠就可以开启两个比较特殊的被动特性 一个是宿敌 另一个是自然探索者 这个宿敌是博德之门三游戏里的一个设定 宿敌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反馈 如能使我们的技能更加熟练 能使我们的施法速度更快 在游侠六级的时候 我们可以额外获得一个宿敌 而且等级提升 宿敌也会提升 目前这个宿敌选项里面有五项 我们选赏金猎人和面纱守护者吧 这两个是比较有实用性的职业被动特性 还有游侠骑士 历史熟练像 可以穿中甲 还稍微有点用 除此以外呢 宿敌里面其他的能力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比如这个防护善恶啊 他要吃你的专注味 所以说没有那么的实用 那么自然探索者里面呢 第一项训兽师 我们可以在不消耗法术位的情况下施展 从而获得魔宠 只有这一项我觉得还不错 其他的几项能力 我看也是可有可无 比如这个城市追踪者 能使你获得巧手熟练像 那我们队伍里有阿斯戴伦啊 这个角色的背景里面呢 就有一个巧手熟练像 所以说这个城市追踪者呢 也没什么用 那么后面这三个伤害抗性呢 我们让牧师队友给上一个守护之链 就能直接获得全伤害的抗性 所以说这个伤害抗性也比较鸡肋 那么游侠二级的时候呢 就能直接解锁一环法术位 以及一个战斗风格 那游侠的一环法术位呢 因为也不是完全的施法者 所以说其法表也是不全的 但是对于游侠来说呢 都比较实用啊 你像这个诱补攻击啊 可以配合咱们之前点的赏金猎人 被我们束缚的生物 它的豁免减轻会具有劣势 然后呢 这个云雾术 平时战斗中可以先射箭啊 等箭射完了 咱们就钻进云雾里啊 到了下一回合呢 我们再出来射箭啊 射完咱们再钻进云雾里 这样既打击了敌人 又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还有这个猎人印记 第一次使用时 必须消耗法术位 但是猎人印记使用后 会一直持续到玩家被打断 施展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法术 或需要长修士为止 否则是永久的 这期间也就不再需要消耗法术位 重新标记下一个生物 只要你的这个专注不会打断 你是可以一直放的 然后功能性的呢 这个强化跳跃也比较好用 因为它在战斗外的时间释放 是不消耗法术位的 因为咱们力量不是很高吗 所以跳得不远 有时候可能跟不上队友啊 学一个这个强化跳跃 也是有用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大步奔行 这个技能呢 同样啊 在战斗外的时候 也是不消耗法术位来释放 而且它可持续到长修 这个技能呢 看你队友里面有没有人学 一般一个四人队呢 只要一个人会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家都会 然后这个战斗风格呢 因为游侠是当作一个偏远程的角色 去培养的 所以这里直接选择剑术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防御 加护甲等级肯定是不亏的 那么游侠五级时呢 可以获得二打 并且解锁二环法术位 游侠的这些二环法术呢 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实用 你像这个数副术 虽然能够帮助增加这个护甲等级 但是它要吃你的专注位 咱们这个专注位一个角色 只有一个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尤其是游侠的一些实用法术 比如诱捕攻击啊 云雾术啊 猎人印记啊 都是需要专注位的 因此 我们根本没有空余的法术位 留给数副术这种辅助性的法术 那么至于那些不需要你专注位的二环法术呢 貌似也是比较鸡肋的 你像这个黑暗视觉 基本上我们创建角色的时候 都会选择一个有黑暗视觉的种族 哪怕你选人类 它没有黑暗视觉 但你让队友帮你点个量啊 或者呢 你是个近战职业 你给自己的武器上一个光亮术 这种问题也都是很好解决的 那像刺激复原术 这种辅助性的法术呢 还是留给我们的辅助队友就好了 咱们优先呢 去拿那些游戏流程中 可能会用到的法术 六级时呢 游侠可以再获得一次被动特性 也就是速敌和自然探索者 那这个速敌呢 咱们之前也说了 没什么特别好用的 我比较喜欢选游侠骑士 因为可以多掌握一个中甲 然后这个自然探索者呢 也是同样的 基本上都没什么用 所以说我们随便选一选就好了 那八级时呢 游侠可以获得大地形者 可以让自己无视烈士地形 九级时 游侠就可以解锁三环法术位了 当然游侠的三环法术 跟二环差不多 比较尴尬没什么好用的 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你是个人类 没有黑暗视觉 可以让队友帮你点个亮 这个时候如果你比较奢侈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三环 给自己放一个咒明术 当然如果按时用来选 还是选闪电剑这种直接打伤害的 稍微实用一点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游侠解锁三环法术位后 我们只要花费一个等级 去兼一个法师 这样法师的那些三环法术啊 只要学了之后 就可以随便放了 其中呢 对咱们这种物理职业 比较重要的有加速术 到时候呢 你就可以给自己上这个加速术了 时机的时候呢 还可以获得环境融合 相当于一个隐形术 然后呢 还可以再点一次速敌和自然探索者 以上我们概述了 游侠这个职业升级过程中的 一些主要技能 顺便一提 游侠的专长 也是四级八级十二级 去分别获取 四级专长 我们选神射手 因为是远程输出职业 此专长可以带来不错的加成 八级建议选择属性提升 将敏捷点升上去 十二级十 如果没有兼职 还可以选一次专长 强弩大师也是不错的选择 看个人喜好吧 三 游侠的子类别减息 游侠的每个子类 都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游戏 因而 每个子类都有自己的特点 若要选择一个最佳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当你在战斗开始前 能移除最强的敌人 那么该场战斗难度 则可以从致命降低到中等 要实现这一目标 您需要阴影追猎者 该子类别将为您提供特定等级的额外法术 您的主动性奖励 让您在黑暗中看得更远 隐形 虫头位击中的目标 并允许您抵抗精神控制 优化遭遇战的高伤害输出 野兽大师呢 会给你一只宠物 这很棒 因为这意味着增加一个队友 猎人呢 可以是临时性的 而不是万能的 但是面临非常艰难的遭遇战 猎人确实表现出色 那接下来呢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这三个子职业 首先是阴影追猎者 阴影追猎者的定位呢 跟游荡者的刺客比较像 这两个职业搭配起来使用呢 也是比较好用的 他的子职业特性啊 第一个是巨步伏兵 我们的先攻获得加值 并且战斗的第一个回合中 移动速度增加 发动攻击时 可以造成一个额外的 1D8的伤害 那么第二个特性呢 就是高级的黑暗视觉 是24米 那么动作也是跟游荡者一样 可以用附赠做动作来进行躲藏 然后呢 有一个暗影漫 相当于一个低级的隐形术 因为这个技能呢 有前置 需要你处于遮蔽之中 才能变成隐形状态 同时我们可以学会自我伪装 然后阴影追猎者5级的时候呢 会自动解锁一个迷宗部的法术 7级的时候呢 可以获得钢铁意志 通过磨练自身技艺 你获得能够抵抗猎物 改变心智的能力 此外 你还获得了感知 以及智力豁免减定的熟练响 当然实用性强的还是感知 因为很少有减定要你过智力的 然后9级解锁三环法术的时候 可以自动解锁一个恐惧的法术 最后11级的时候呢 可以获得迅影连击 当我们的武器攻击未命中的时候 可以免费再发动一次攻击 当然这个你是不能一直触发的啊 一回合只能触发一次 接着来介绍猎人 猎人子职业有三个重要的被动特性 首先是巨像屠夫 每回合一次 如果这个目标他受伤了 你的武器会额外造成1D8伤害 暴击加一伤翻4倍 巨像屠夫是游戏中的一项成就 需要玩家击杀最终BOSS前使用最多次的武器 是巨像屠夫这个双手重攻击的武器 然后是这个巨人杀手 因为这个游侠嘛 我是按照一个远程的角色去培养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近战游侠 战斗中有大型生物 或者更大的生物对你发动攻击 你可以用反应来发动一次近战反击 那么选这个应该还是有用的 最后是这个灭族者啊 瞄准两个站得很近的生物 对他们发动这个快速的攻击 这个对于远程来说 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消耗 每回合都能触发一次 那么七级的时候呢 猎人会额外获得几个不错的被动特性 首先是冲出重围 针对你的借机攻击会处于劣势 其次是钢铁意志 几乎没有什么能让你动摇 我们针对恐慌的豁免减定会处于优势 再次是多重攻击防御 敌人攻击你时 其额外攻击智智承受负四减值 直到其下一回合开始 打比方呢 就是说假如砍你的是个战士 他有三打 那他砍完第一下之后 他后面的两打 都要承受这个减四的减值 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11级的时候 猎人会获得两个新的动作 一个是旋风斩 对附近所有敌人 发动一次近战攻击 另外一个是急速骑射 相当于一个远程版的旋风斩 对处于你远程范围内的敌人呢 分别进行一次远程攻击 那么看到这里呢 猎人这个职业的特点 也就非常的明显了 因为没有什么别的特殊能力 主要就是射就完事了 那急速骑射这个能力呢 也是非常的好用啊 因为它是可以直接代替你的普通攻击 它并不是那种 你每回合只能释放一次的能力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说训兽师 训兽师这个职业 不管在进攻防御或者说辅助 去打一些控制等等 都是比较强力的 那么三级的时候呢 我们会获得游侠伙伴 这个伙伴啊 它的等级并不是说你每次升级的时候 它就属性跟着一起提升 而是你这个游侠等级 在五级八级 还有十一级的时候 它会分别进行三次提升 这里要强调一点 此处说的是你的这个游侠等级 而不是你的人物等级 因为你是可以兼职的嘛 并不是说你这里点了三级游侠 拿到这个伙伴之后 你转头去兼职游荡者了 然后你还等着你的这个动物伙伴跟你一起升级 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像这种明显绑定你职业的能力 只有你去提高对应职业的等级 你的这个能力才会跟着提高 然后五级时 训兽师会获得伙伴羁绊 可以给我们的动物伙伴增加一些护甲和伤害 同时它的这个外观也会发生变化 它会穿上护甲 七级时 训兽师可以获得复制特性训练有素 我们动物伙伴呢 可以用附赠动作来施展脊走 撤离以及协助 十一级时 训兽师可以解锁复制特性兽性狂怒 等于说我们的伙伴现在可以进行二打了 训兽师能够召唤出来很多种动物伙伴 之前我们说过动物伙伴的等级 是随着你这个游侠等级五级八级 十一级分别提升三次 但是它学习技能呢 是在三级五级和十一级的时候 分别学会三个技能 它八级的时候是不学技能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介绍一下 这些动物伙伴的能力 首先呢是熊战士 熊战士三级的时候 第一个技能挑衅咆哮 这就是一个嘲讽技能 然后五级的时候呢 学会粘密力掌 这个技能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它可以代替熊的普通攻击 而且它的控制效果呢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十一级的时候呢 熊学会了召唤术 召唤一头额外的熊 但是这头召唤来的熊呢 就比较鸡肋了 它的等级比较低 只有三级 然后呢是我们的猪猪伙伴 它三级的能力是野猪冲撞 可以使敌人倒伏 五级的时候呢 学会狂暴 这狂暴跟野蛮人的狂暴 其实是差不多的 狂暴之后呢 可以施展狂乱打击 然后十一级的时候呢 学会激起淤泥 这是一个喷射型的技能 可以使敌人减速 那么总的来说呢 猪猪伙伴的这个实力呢 相较于熊战士还是弱一些 接着是我们的蜘蛛伙伴 可以看到蜘蛛伙伴 它的这个普通攻击呢 是有特效的 有可能使对方中毒 然后三级的时候呢 它会喷吐猪网 效果跟这个猪网术是一样的 五级的时候呢 它学会减负啊 可以控制住一个敌人 这个减负 也就是封住对方所有的行动 然后十一级的时候呢 它学会爆裂幼猪 喷到敌人身上呢 可以给敌人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呢 每回合可以造成伤害 同时敌人每一回合 会进行一次豁免检定 才可以解除这种感染效果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乌鸦伙伴 这个名字呢 叫做神素鸭 也是非常的霸气 它三级的时候呢 有个卓人眼球 这是可以代替普通攻击的 使敌人陷入目盲状态 控制效果非常好 然后五级的时候呢 学会黑色之意 可以召唤两只额外的乌鸦 当然我们没办法控制这些乌鸦 这个技能也就比较激烈了 那么最重量级的呢 就是它十一级的技能不祥之兆 拔下一根羽毛 扔向一个目标 将其标记为被诅咒的目标 那么被诅咒有什么效果呢 被诅咒之后 我方针对受影响个体的攻击啊 将全部处于优势 虽然这个能力比较强 但是它是需要过这个感知豁免的 所以也就给了一定的限制 最后说说我们的狼伙伴 它具有优秀的属性 血量AC都很优秀 高体质和敏捷 也确保了相关技能的豁免 感知值也还行 最重要的是狼的所有攻击 都是正常吃敏捷调整值的 狼的技能很有意思 它的默认评A是特殊技能 和平A伤害一样的按时攻击 并能上一个减少体质豁免的疾病 不过上这个疾病 本身就要过体质豁免 狼伙伴没什么特效的平A 基础值都是2D4 还算不错 还有个1D4的倒幅攻击 不过跟熊不一样 这个需要过力量豁免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11级的时候 狼学会的残忍挥砍这个技能 2D6加2的基础值 算上调整值和游侠熟练值加成 就是2D6加10 12到22的伤害 高贵的立场伤害 连带着触发的猎人印记 也是立场伤害 不会误伤队友的三米群攻 黄鸣也会被打 且三米范围一定意义上 能保证近战的狼的输出空间 附赠动作开击跑后 一般都能打到人 可以说用纯职训手师输出 没有任何理由不选狼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三个子职业的简要解析 总体说来 游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职业 它基础质量比较过硬 所以这三个子职业都是各有特点 我也难说哪个是最佳的子职业 如何选择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但是不管你选择哪个子类 建议您在使用法术时 都要重点突出猎人印记 将所有法术为用于它绝不是一件坏事 以上就是博德之门 三最佳游侠构建攻略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支持 也祝您游戏快乐 See you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本频道